台中中捷砍人案宣布侦查中捷 20岁的洪信嫌犯 自称对社会实施不满 刻意选在台北捷运 震结杀人案10周年当天 带着三把刀搭台中捷运 在车厢内挥刀攻击 砍伤立名高中生以及长法男子 台中地检署密集征讯一个月之后 认定洪信凶嫌是日谋犯案 而且心智正常 依杀人未遂的罪提起公诉 而检方调查还发现 洪信嫌犯行凶前特地买来炸鸡 在旅馆内练习砍人手感 他也坦诚策划随机砍人 目的就是想要红 甚至在开庭的时候还扬言 如果有机会出日会继续杀人 你为什么要选择在台中捷运作案 20岁洪信凶嫌在台中捷运车厢内 持刀随机砍伤履姓高中生和长法哥 台中地检署密集证讯一个月后 认定洪信凶嫌是预谋犯案 依杀人未遂等罪提起公诉 检察官病证本案被告 对于社会之危害重大 因此向法院求处重刑 案发后洪信凶嫌的父母在道歉时 暗指孩子有心理疾病 不过检方追查发现 洪信凶嫌早在四月初就缜密构思 行凶过程 包括犯罪日期 故意选在证捷案十周年 犯罪地点 犯罪工具 行凶路线等 就连复讯时也能以问一答 清楚答辩 综合考量后 检察官认定他行之正常 夸张的是洪信凶嫌入住旅馆时 还买来炸击练习砍人手感 传讯息恐吓导师 下一个就找你 当下没有想到他是预谋的 我本来还想说要试着安抚他 觉得没有什么原不原谅的 对 就我觉得这是他的选择 会有相对应的责任 检方还查出洪信凶嫌赢家庭求学因素 对社会产生极度不满 策划随即砍人 目的竟然是想红想出名 要让全国民众看到自己 进而关注费死议题 身在开庭时还扬言 若急会出狱会继续杀人 这个我不知道跟他讲什么 祝福他 希望他可以更好 球场部分其实他还没买20岁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财产 他多重罪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 洪信凶嫌犯案后目前持续羁押 检方证检后 易杀人未遂等罪起诉 求处宠众量刑 遭由法官审判 接着中部中导